在23年德班式拼赛上,陈梦和王毅迪都是身兼两项,在女单赛场高歌冷静的同时,女双赛场表现同样抢眼。 在第六个比赛日,陈梦和王毅迪在四强站遭遇到了日本组合伊藤美成和早田希娜,两队组合在新加坡大满冠刚刚有过一次直接对话。 当时大梦和大敌以3比1的比分击败了日本王牌女双,而在上一轮女双比赛结束之后,陈梦在被日本记者问到能否击败伊藤美成和早田希娜时,也是霸气回应,你应该问问伊藤美成,你能赢吗? 这也给本场比赛增添了火药味。 在比赛开打之后,伊藤美成和早田希娜,虽然打得非常顽强,但是在关键球的处理上,陈梦和王毅迪的质量明显更高,这也让他们直落三局,大比分3比0横扫日本王牌女双晋级四强。 第一局 在比赛开打之后,两队组合进入状态都非常快,没有任何试探,直接进入到了对攻大战,大梦和大敌的单板质量要更高,陈梦的控制,尽可能给王毅迪制造直接上手侧拉的机会,而伊藤美成和早田希娜,则在全力加速,想要用更快的节奏,打乱国拼女双的阵脚。 一上来,双方就都达到了自己的战术目的,紧摇比分一致敖战者时平。 决胜时刻,陈梦和王毅迪的连续正手暴冲,帮助他们瓦解了伊藤美成和早田希娜的防守,连得二分以12比10获胜,取得了开门红。 第二局 在交换接发接轮次之后,伊藤美成和早田希娜第二局前三板打得更有侵略性,上来就连得二分占据了先机,不过王毅迪超强的正手进攻能力,也打得伊藤美成非常被动,国拼女双很快就抹平分差,一直和对手打到了六平。 关键时刻,王毅迪连续正手打出一板过的穿越球,连得二分取得了8比6的领先,随后伊藤和早田的反手快撕打出了威胁,一波3比0后以9比8反超比分,不过在大梦和大迪加强接发接的旋转后,限制住了对手速度,并且连续造成对手失误,也如愿以11比9再赢一局。 第三局,已经不能再输的伊藤美成和早田希娜,在第三局坚持不断提速打法的同时,也加强了前三板的搏杀,主动球便让他们开局就取得了3比1的领先,不过见惯了大场面的陈梦和王毅迪,并没有丝毫的慌乱,还是耐心将比赛带入自己优势更大的相持阶段,然后利用单板质量去冲击对手的防守。 连得二分后,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虽然,放手一搏的日本女双,一度再次拉开分叉,甚至在局末阶段以9比6领先,但顽强的陈梦和王毅迪还是上演了大逆转,以12比10锁定胜局。 在女双八强当中,中国队的两队组合孙颖莎王曼玉和陈梦王毅迪分别处于上下半区,随着大梦大敌的获胜,他们已经锁定一个四强的希望,期待随后登场的海蝉姐妹也能够友好的发挥,力争两队组合能够在女双决赛胜利会师。 本赛季,奥运女单冠军陈梦整体表现不佳,让其受到了外界的质疑。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大梦深知粉碎质疑,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场上打出有统治力的表现。 在23年德班士兵赛开打之后,陈梦让所有球迷和对手感受到了他对于胜利的渴望,前三轮比赛全部都是4比0横扫过关,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状态。 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大梦遭遇到了日本最强高中生牧原美优,作为当今拼弹最有统治力的两支球队。 中国队和日本队占据了德班士拼赛女单16强中的9个席位。 但是大梦和牧原美优的对决,是本届比赛中日女单的首战,击败对手挺进下一轮,也就成为了球迷对于陈梦唯一的期盼。 在比赛开打之后,牧原美优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状态,薄杀的命中率也非常高,但陈梦还是大比分4比2获胜,昂首闯入女单八强。 第一局,在比赛开打之后,陈梦和牧原美优就在反手展开了对抗,大梦的回球旋转加得非常足,这也让其一上来就压制住了牧原美优,让后者的接发球失误非常多,很快就在开局取得了4比2的领先。 落后的牧原美优眼看在多拍相持阶段占不到便宜,开始在前三板抢节奏搏杀,坚决地出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中局阶段一度以6比5反超了比分。 不过在大梦加强前三板的控制后,很快扭转了局面,收官阶段重新压制住了牧原美优,并且以11比8曲的开门红。 第二局,陈梦在第二局开局阶段,连续判断错牧原美优的回球旋转,让对手一上来就建立起了4比1的领先,越战越勇的牧原美优,不断扩大领先优势,在中局阶段将比分改写为了7比2。 不过陈梦很快就稳住阵脚,连得4分打停了牧原美优。 比赛重新开打之后,陈梦通过发球的变化,再得一分抹平了分叉。 摊到逆转希望之后,陈梦略显着急,让牧原美优连的4分,以11比7扳回一局。 第三局 在第三局比赛陈梦,明显加强了自己发球之后的强攻,一上来就以3比1压制住了对手。 虽然牧原美优靠着正守卫的搏杀,几次将分叉缩小到了1分,但稳扎稳打的陈梦,没有给他扳停的机会。 中局之后重新拉开分叉,最终以11比5获胜。 第四局 再次取得大比分领先的陈梦,在第四局一上来就改用了发长球,打乱了牧原美优的战术部署,开局就连得2分。 不过接下来陈梦却突然断电,让牧原美优连得10分,并且以11比5再度扳平大比分。 第五局 关键的第五局 陈梦重新回到了给对手中路长球,然后自己左右两个大角度去调动对手,简单有效的战术,也让陈梦很快就取得了4比0的领先。 落后的牧原美优还是靠着疯狂的搏杀,顽强将比分追到了5平。 不过陈梦很快稳住了阵脚,重新建立领先,并且以11比7拿下了这一局的胜利。 第六局 手握大比分领先的陈,在第六局一上来就频频侧身,用正手暴冲去冲击牧原美优的防守,很快就取得了8比2的领先,已经没有退路的牧原美优,靠着高质量的反手弹击,将比分追到了7比8。 不过陈梦并没有慌乱,顶住了对手的殊死一搏,最终以11比7锁定了胜举。 在赢得这一场中日大战的胜利之后,陈梦顺利闯入到了女单8强。 大梦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日本一姐伊藤美成和波多黎哥选手迪亚兹之间的胜者。 从实力来看伊藤美成明显占据上风,这也是球迷希望下一场能够看到陈梦大战伊藤的原因。